台北市的這個區塊 到把陽明山整個叫做 把草山改成陽明山 然後國民大會整個系統 其實是一個系統 其實是一個系統 我再次強調 這是一個系統 就台北市作為現在 中華民國的首都的所在地來講 那台北市作為首都的這個形成過程 其實是有一些東西 是要被綁留下來的 那今天這個惠前學校的所在地 那假如比較小的範圍 大概從東吳大學外中西 然後進到我們可以看到是 惠里宇宙 這一代其實有一些很特殊的 我們現在看不出來 但是假如你把它放到 歷史發展軸線上面 看得出來的歷史歷景 因為後來有一些民間私有地派的 很多大都破壞了這個 整個歷史歷景的完整性 所以我們有機會的話呢 其實把這一塊 馬路的這一邊的這塊 故宮現在想用林哲長的這一塊 你把它對照過去看故宮 現在故宮的另外一邊 就故宮這邊的這一塊 你再看故宮要下來的 我們從那個故宮要下來的這條 很小的那個道路系統這樣 從下來的觀點來看 右側邊的一群有趣的建築物 其實那個是故宮的老員工住的地方 假如要想是要把這些東西都想 那為什麼老蔣先生會 要搶故宮跟中央研究院的標本來台灣 這是有意義的 所以因為我當過保護主主任 所以我比較熟悉 我把這個故事講給大家聽 我比較支持民附國委員的想法 但是應該要怎麼做 我覺得委員會大家再來考慮 也就是這個案子 也許不急著在今天就做表決 否決的這個動作 而給更多更清楚的概念 比清了以後 我們再來挑 從外雙溪一直到情報局上陽明山 有哪些東西具體可以被點出來 作為台北在戰後的二十年 從1950年到1960年代 整個發展過程裡面 這個老蔣先生腦袋瓜裡面在想 我覺得這還滿重要的 請我們委員會大家參考 以上 我跟你們請教一下 現在是不是機關用力 那未來 未來他做藝文服務中心 都市計畫現在的狀況 全部要主持 目前都市計畫的狀況的話 剛剛其實前面也提到過 現在目前是有機會有的 但是目前還沒有 就是提出來的這個部分 還沒有進一步要再進一步 所以就要改革 我們目前在市民公園這一塊的話 也沒有辦法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就先把藝術 會不會有病在裡面 如果未來文振委會對這一塊 有新的決議的時候 我們再跟他辦公室 我想我們要給他比較親密 比如說剛剛幾位老師提到 故宮前面 說實在 至聖天下是最糟糕的 因為對整個area的那些空間 品質都沒有規範 所以未來這一塊地 我覺得也蠻統一的把這個corridor 雙溪 因為corridor到那個赤山最遠的地方去 他到底天際線該怎麼做一個人去 我覺得應該有這樣子的一個控制 那目前針對這個企劃來講 我個人是覺得我們其實還需要一些調查 或者說有一些 剛才講比較區域性比較長的時候 那到底是不是要保留 我就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出現 可以跟老師說明一下 因為大概其實這一區 這個其實原先是大附工計畫 那大附工計畫包括捷運的出口 把那樣的設計都沒有 其實有一些商業設施 這怎麼來的 那我們這邊當然去看了以後 以現況來講 單就這個威靜冰區銷的這塊來講 他現況其實 我們到建築物去看 他建築物的情況是不好的 那該拆 剛剛裡面說有一些設施設備 大家都拆掉 那那個文理還看得出來 就是草皮跟龍蝌 那個確實還看得不出來 那那幾次去看 其實包括剛剛彌道社建議的 我後來有去看 因為他實在沒有剩幾棟 他原先的威靜冰區銷大概拆掉一半 那就剩下這五棟 那五棟裡面比較好的 大概有時候五棟 那那個大跨區那個 幾乎結構都很危險 但也可以花很多錢修 那櫃面的故宮 老師講的那個故宮的部分 他本來就是列車的 好像故宮也有計畫要把它抵出來 那故宮底下的 有一些宿舍群 就剛剛老師提到 那也是列車的 那都還在列車裡 大概93年左右就列車了 那過去那個外商機旁邊 還有很多的問題 包括從中野 東野 那個都很多 那個很多的列車建物 大概我們也在這幾年後 準備再去清查 所以那個慢慢都會出來 那跟這一些的 整個時程的順序 其實都還在進行中 只是今天討論到的這一塊 是故宮本來就有這樣的計畫 後來發工計畫結束以後 他在這個案子 也是列車建築 因為他要動了 他現在要動了 所以才會收到文資局 才會透過審議委員會 看事不同意他動 所以如果老師覺得今天不能動 那也要請故宮廟集好不好 你們聽到什麼大主 我覺得很偷偷 一個大巨大 我們國巨大 有幫助 幫幫幫勉強 一個大馬喊計畫 跑到記憶不見 一個大故宮計畫 實際上這個 爭解 爭解事實上不是這塊經驗 我們躺開的價值 而是我們今天對故宮的 故宮建築 與故宮建築 與科學館 都要找 他的歷史價值 他的歷史意義 比現在的都要高 可是他始終面臨一個文化市場的價值 所以我想是不是應該 如果剛剛副作者們一談的話 事實上我們應該跟故宮周遭的環境 還有很多公園 很多的 都是配合一起做的 那他們在執行大普攻計畫 當時學校把一個排龍門拆掉 也是引起很多的正義 然後後來不斷地擴建 那擴建他的官方形成的感覺 所以我想是不是 我是非常同意剛剛劉老師的看法 就是放緩一點 真的我們就整個故宮 就是好好的公園 價值 才能夠回歸到市場的一批 國保很久是在周圍 在解決的讓我們 老師 還有一個 因為放緩也有限 因為他快要一年 暫定古蹟快一年 他沒有成分以後 就是照進化整區 他可以做 呃 這邊是不是就建議 因為其實這個 藍子其實提報的時間也糟了 剛好戈爾有所提的 還有我們局內的戶寮所建議 其實它包含大故宮計畫 也包含很多區塊 這是其中的一塊 當然戶寮本體 建築本體 目前還沒有文化資產系統 我們是不是今天就有個決議 建議戶寮 它畢竟還是一個公務人 那針對大故宮計畫 跟古蹟 這個建築物本體的文化資產 不會請他提報 或是其他提出一些說明 我們在做的工作 所以提醒我們參考 有單位的建議老師 邱老師 到三個月 謝謝 民間提案的 我記得 從前的文字會 從此討論過很多 非常多 而且民眾都來誠心 都講到很具實 可是這個事情就放在裡面 現在因為在大故宮 這個復工的名校 它就變成非常不重要的事 我也覺得這個 是贊成這個復服後委員 說不定 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它的價值 不是從建築物現況來考慮 只是從真的 還有就是 我一直覺得 對 我們路面發展局 對 要發生什麼 人心的等度 對 我是覺得真的很重要 我們民眾根本就不了解 台北市的復活發展 是什麼回事 如果有 如果有 一些基本資料在內 我們可以參閱 可以查閱的話 也許對市場出來 我們今天就比較能力 有證明 是要來說服大家 它並不是因為那些政府 而是它在發展的過程 比例當然會比較小 對很多 你覺得這是小事 它也是一個比例 對不對 他們認定的重要性 也許不是一般民眾 愛去故宮的外國 或者是世界的住人 文化界的東西 重新的東西 我這邊應該要重新吧 我完全 主席 我完全同意 剛剛幾日有給人談的 故宮在台灣 中華民國搬到台灣來之後 他為什麼從悟宮要移到 穩定之後 為什麼從悟宮的那個 山裡面的隧道 要把它移到外上西來 其實是從整個老蔣先生 哪太瓜裡面的軸線發展出來的概念 那這個概念其實跟現在台北市的 風貌的形成的最後的這個階段 就現在 我們現在之前的最後這個階段 我們現在之後呢 是我們現在市政府在這裡蓋以後 把四式兵工廠 變成為台北市的新的核心 之後的改變 這是現代 所以整個台北市的都市發展 有幾個非常重要的軸線 在這些軸線裡面 有很多概念是要被透過文資跟我們管建築的單位 一起來思考台北市的這個歷史發展 到底是什麼回事 不是只有西區翻轉 而是有很多區都有原來配置的概念存在的 那這個配置呢 因為還不巧 台灣從原住民從清代 然後到日治時代 然後到國民政府時代 每一個地方對台北市有不同的想像 那我們把哪一個不同的想像 讓我們這個城市的歷史把它留下來 恐怕是重要的 所以我完全贊成我們同仁提的 是不是請故宮想一想我們再審 今天不要下決定 因為今天決定就是否 對不對 我們這邊幕僚提個建議 那因為這個案子在展延過一次 那他到期大概三個月左右 那是不是容許我們就邀請我們委員組成專案小組 那請故宮針對 因為今天提案的這個範圍層 是他整個計畫的其中一塊 那整個就是一塊 那當然這個部分我們整個看故宮的大故宮計畫 把他全區的這個他執行的方案 我們再回來討論 針對這塊營區用地的 文化資產價值身分的部分討論 我做一點原則上的概念是對的 或是做一點修正也容許老師們指教 就是說原則上今天暫時沒有先依老師一見 先不要做一個決定 但是我們這邊 剛剛老師的意思應該是說 故宮這個整體的文化資產的本質 他的初衷 他的結構是什麼 那他哪些要做保留 哪一些有因為大故宮計畫要做一些調整 那委員會來全面支持他 不是因為他來到大故宮計畫 我們怎麼配合他 應該是倒過來 就是說我們就故宮的這個大範圍 他對於他本體的文化資產 哪些要有 哪些因為他的大故宮計畫 要有些什麼調整 那我們委員會主 專案小組來協助他 然後才會比較看清這個案子的全貌 而不會因為一個好像比較邊垂性的這個建築 我們現在就決定了 然後就扣一個大帽子 好像我們在抵抗大故宮計畫 是不是 老師們是不是可以做這樣子的修正 所以我們是不是就組專案小組 然後來協助故宮 把他的 他自己的文化資產的層次 跟他大故宮計畫的關係 那我們委員會盡量來協助他 主席 我是支持 因為我覺得 前幾天 我看那個曾慶來院長也講說 他現在東西不搬下去了 然後他要再做這邊的整修等等 所以我覺得法案不是說 就像主席說的 故宮說要做什麼 我們來配得好 而是我們的文資偉銘裡面 我們可以更客觀的來看待 故宮的歷史發展 然後該整個草蠻的發展 對 謝謝 所以這句 剛剛這樣子的 故宮有沒有要說 或者是說 故宮 故宮 好 麻煩故宮 大陸公計的委員長 請 陸公號 我們是趙宗維老師 我們原則上現在沒有大陸公計畫 現在是新陸公計畫 新陸公計 那原來是一個大規模的開發 那現在我簡單來說一下 它其實是縮小 所以在主席有提到說 我們現在報紙上看到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按照我們分兩塊 一個是我們北部越區 實際上會有一些過整件的動作 就是北側基地 也就是說現在比較 54年遷台以後那一塊基地 我們會做比較大陸的調整 這已經我們也主動提到 希望你們來做審查 那藍色的這一塊 這塊是我們98年從衛生學校 接管過來的 那這一塊我們其實現有的很多建築物 我們就是做整理 然後把履歷也做一些整理 那希望當然就是說 因為這剩下一塊3.2公起的一塊 沒有開發的基地 我們希望在旁邊有一個WireSpa的結尾設施 那當然我們在做開發的時候 會有一個優勢空間的要求 那我們希望給我們一些彈性 所以我們很多案子都已經發包 工程案子的付費已經發包了 就是像剛才委員有談到說 其實很多都是圍樓了 現在做再正向一出來 幾乎很多都是沒有基礎的建築物 就是現有的建築物有很多是沒有基礎的 像剛很搭的這個 所以我們才會說 我們可能要做結構補強 那我們也就是說 希望能趕快給我們一個確保 我想不管是提報人或者是老師 或者是我們都希望故宮更好 那剛剛其實老師也沒有說什麼大故宮 或者是什麼新故宮 可不是 就是故宮本體 可能應該是有文化價值 所以大家都有共識 那老師也希望要有比較大的格局 來協助故宮 不管你是南或北 我們用整體的 我們要只產生這個區域性的架構 來協助故宮 你們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的本地是怎麼樣 和你的腹地是怎麼樣 那你現在的新的東西 你想要做什麼 那所以我們可能可以留什麼來 教你們做什麼 那我們就我們的範圍 剛剛講到民眾的一些記憶跟數 是不是可以留下來 那在不互相違背的情況下 我們來一起把這個方向做對 那也不違背提報人他們的這個步驟 那我希望能夠用專案小組的部分 來寫出故宮這裡 是不是 那我重點想 其實不好意思 我這個直接打算了 打算了主席 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剛才已經 才是我會組專案小組 來進行課程 因為畢竟這個 暫定古今的兇範 還有三個月的時間 那針對提報人的部分 我們也會把意見已經搭進來 那我們就所有的意見 或者一些想法 剛才收的出面意見 我們都到專案小組 來進行比較深入的討論 因為今天已經確定不會再針對 他身分價值的部分 在做決議或討論 都已經暫留 那我不知道介信委員 是不是很想要做 好我想我們還是 因為後面還有很可憐 我們就遵照接受科的單位 但是我們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加水後天 來讓這件事情更晚 那解決不通信仰來協助我們 好 那我們是不是就下一個案 好 謝謝 審議案是第十天主 旅路局北半縣原山戰術設 修復既在利用計畫 修復既計畫審查 本案一句文化自裁保存法 第24條 第30條 第2項 主席修復既在利用辦法 第13 第19條案 主席 北半縣原山戰術設 於99年11月8日 公告規务為歷史建築 管理單位為台北施工運輸出 本案修復在利用計畫 前於102年4月25日審查通過 本市公運處表示 考量內政務營建署規劃辦理 原山戰西側 連續入試跟行案工作行程 往先辦理指案修復在利用計畫 同造成預算資源重複使用 不將持續追蹤及參考多更案進度 在行程度是否編列預算辦理修復事 印度更案推動時情過長 長本地史建築文化狀況不佳 亦有本市公運處自行編列預算修復 本局歲於106年10月13日 邀請文資委員 在天權流蘇運兩位委員召開本案 關於委員討施會談 結論 請管理單位台北市公共運輸處 於6個月內就102年通過之修復計畫 依線況再行修正後提報本局 可是公運處分別於107年4月30日 6月7日提送本案修復在利用修正計畫之舉 等局107年7月12日邀請文資委員 以前郎委員等5位委員召開 歷史建築鐵路局北單線原生在宿舍 修復其在利用修正計畫檢查會議 會議結立 本案修正後通過清本市公運處 納入委員意見修正後 移門到1個月內再送本局辦理後續 本市公運處於同年8月24日 檢送修正檢修正檢修 即在利用修正計畫 應急文資委員 民副國委員等三會委員 進行書面審查 結論起英委員意見補稱修正計畫 訴於本局 續送本審議會審查 那這是本案基地建築位置圖 它位在捷運三代的西側部分 那這是本案基地地擠圖 最後第號是大棟區大榮端小蛋 跟他的四字法理號 那這是他的建築的現況 有東側、南側、西側的現況照片 及室內的照片 那接下來可能請那個 申請單位做簡報 給我一支付 諮謂結局 引擎結局 排泄 好 好 我們是林陽明全部進行書 我們是那個 妳是這個 製作人 那針對這個 一百年 一百年 一百年二年 我們已經合定的部分在做修正補充 我們大概幾個剛要進行說明 前一次的委員在9月給我們的意見 大體上是修正或通過 針對張婚政委員他有提到 就是對於我們在文內容實踐1900年的 那種疑慮史料的證據會見 所以推論不宜猜測或請詳列史料 或者建議採用保留的說明 所以這個部分因為過去 他其實並不是一個非常精緻的一個官社的等級 所以我們整體調查了所有的 關於原山站的站長宿舍的資料 其實上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們後續就是針對了幾個 可以找得到的資料 包括過去的這些老地圖 還有他的構造的部分 去進行一些交叉的比對 那目前的這個建築物的規模 現在的這個崗位其實右邊是草北 就讓化下來的規模 那他們是比較少的規模 那你們在那裏